辽太宗耶律德光继位后,不甘心受母后的反护,想通过争霸中原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就在这个时候,中原王朝有一个人主动送上门来,不仅口口声声要认耶律德光做爹,而且还给他带来了一个入主中原的机会。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认耶律德光当爹呢?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阴谋? 请继续收看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高级教师袁洪飞,讲述赛北三朝之聊,第五集,上门任爹。 上一讲,我们讲了辽太宗皇帝伊律德光,很想出兵中原,扬名立万。 正在他想打瞌睡的时候,有人来给他送枕头,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人,要认他为爹。 那这送上门的老儿子是谁呢? 这个就是五代的时候,后进开国的皇帝石敬堂。 所以这个石敬堂在中国历史上,那真的是留下了千载骂名。 你厚颜无耻,你比人家大十多岁,你让人当爹,你让人当爹,你让人当爹,这是五耻之一。 五耻之二,你割让幽云十六周。 这个我们后边会想到,致使得中原王朝门户洞开。 所以你这家伙简直就是个汉奸嘛。 实际上,石敬堂脑袋顶上这两顶帽子,汉奸和厚颜无耻,多少真有点冤枉人家石敬堂。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咱说石敬堂是不是汉奸? 石敬堂他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是汉奸。 为什么呢? 他不是汉族人。 史籍记载啊,说石敬堂齐先沙陀人也。 他是沙陀部落的人,这沙陀部落是什么部落呢? 沙陀部落是突厥回合的别部。 石敬堂虽然比耶律德光大了十多岁,但是确实比他小一辈。 所以任这个耶律德光做爹啊,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是厚颜无耻。 你也不能说他完全是厚颜无耻,我确实比你矮一辈,论辈份我应该跟你叫什么算不清,叫书或叫衣服,咱就不等我叫什么了。 反正我确实比你小一辈,然后我认你做爹,反正都是干的,无所谓。 所以你说他是汉奸,人家不是汉族人,人家沙陀人。 你说人厚颜无耻,认比自己大一辈人做爹,也不能完全算厚颜无耻。 现在问题就在于,他就算比你大一辈,你没事干,你干嘛认他做爹啊? 你们家缺爹是怎么着?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石敬堂也是出于无奈。 平白无故的,谁没事愿意找个爹? 所以他也确实是出于无奈。 出于什么无奈呢? 就在于这个李四元一死啊,就出了事了。 李四元是后唐的明宗皇帝,也是石敬堂的岳父。 那么李四元的死与石敬堂去任辽国皇帝做爹,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四元一死,李四元的亲儿子继位。 结果李四元的亲儿子一继位,李四元的干儿子不干了。 他干儿子起兵造反,就是末帝李从科起兵造反。 李从科起兵造反,就把李四元的亲儿子给推翻。 然后李四元的亲儿子就逃出来了,就只带了庶民骑兵逃出来。 逃出来之后,就去投奔石敬堂。 结果李四元的亲儿子见了石敬堂之后,他的部下出言不逊。 你说你就剩下这么几个人了,你来到这儿,人家这儿,黄黄如丧家之犬。 您还不客气了点。 结果他的部下还是觉得自己天子尽臣。 觉得我们落难的这位爷,我们这位主子还是天子,还百派。 公开就指责石敬堂,先帝带你不薄,把公主都嫁给你了。 你是先帝的女婿。 结果李从科这个贼子起兵造反,你居然做事不理,你是何居心? 狗姐临头的把石敬堂给骂了一顿。 石敬堂哪吃你这一套? 你黄黄如丧家之犬,到我这儿来给你口饭吃得不错了。 你感觉我嚷嚷的。 所以石敬堂不动声色。 石敬堂到部下,拔出刀来,切了咔嚓,就把这个。 黄义,落难天子周围的人全宰了。 一看石敬堂,你看,你们就怎么搞的? 不经我同意,你们就把这人全杀了。 这事干脆,咱们干彻底点。 咱们把这位落难天子捆不捆不交给李从科。 我刚才投奔他就得了。 所以石敬堂就把这位落难天子给捆了。 捆了之后,他就去找李从科。 你看,这可是先帝的亲生儿子。 我都把他捆了,我来投奔你。 你应该重用我吧,你应该重用我吧。 李从科当时不敢说什么。 当时不说什么,姐夫,你真有名段,你做得对。 所以我封你为河东节度史。 就今天的山西太原,这个地方,封你为河东节度史。 手握重兵,我重用你。 石敬堂得到了重用。 但是有一条,你封了河东节度史,你先别回河东。 你先在洛阳这地方呆着,摇领河东节度史。 李从科为什么要把石敬堂供置起来,扣下来,很容易理解。 李从科本来姓王,你是先帝爷的养子。 你把先帝的亲生儿子推翻,你这地位来得不正。 中国古代是一家一姓的江山,李姓江山。 你姓王的能做,我姓石的为什么不能? 我还是先帝爷,正牌女婿。 我妻子可是先帝亲生闺女,不像你这个半道写来了。 我可是亲生闺女。 你姓王的能做,我姓石的就能做。 他姓赵的就能,他姓张的就能。 所以李从科作为一个天子,干得也很无奈。 他很弱势,君弱,陈强,互相瞅着对方都不顺眼。 互相要防着对方。 所以李从科这皇帝当着窝囊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一做了皇帝,他部下这些藩镇们都有了做皇帝的这种雄心壮志。 所以就挑事。 怎么挑事呢? 部队要挑事,最好的办法就闹响。 给钱,发军响,涨工资,就闹响。 闹得李从科为了笼落部队, 把皇后的首饰都变卖了。 还是不管用。 所以李从科就觉得,这些人,这帮各地的藩镇节度使闹。 我只要把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控制住,就闹不起来了。 谁最有影响力呢? 石敬堂最有影响力。 我控制住他。 我控制住他,就闹不起来了。 因此他就把石敬堂扣在洛阳,不让石敬堂走。 石敬堂也知道皇上怀疑我。 我现在在洛阳,我老家在太原,在河东,我现在手里没兵没将,皇上拔我怎么着,我一点折没有。 所以石敬堂就整天愁,查不思饭不想,就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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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愁的最后,石敬堂瘦的就是一具会冻的骷髅。 就瘦成这样了,皮包骨头了。 所以石敬堂的妻子非常心疼,非常心疼怎么办呢? 就去找自己的母亲曹太后,就跟曹太后说,说你看皇上这么怀疑我们家石郎,我们家石郎他忠于皇上,他不会造反。 而你看他见到瘦成这样了,你去看看他都成什么样了,他肯定不会造反,您跟皇上说说,把他放了得了。 李从哥虽然不是曹太后亲生,但是毕竟曹太后从小把他收养,视如己出。 所以曹太后这一求情,大家李从哥也亲眼到石敬堂家看了,石敬堂都这么模样了,这玩意没几天了,行,那你回去吧,石敬堂一下就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回到了河东。 虽然石敬堂回到了老家,逃离了李从哥的直接控制,但是这样一来,李从哥对石敬堂就更不放心了。 在李从哥看来,石敬堂就是他的一块心病,总想找机会除掉石敬堂。 那么疑心忠忠的李从哥会怎样对付石敬堂呢? 回到河东之后,皇上也是念念不忘石敬堂会造反,怎么看石敬堂是个异己分子。 结果皇上也是没有软略,你越防着石敬堂,那么你不放心这个人,你怎么对付他? 你怎么对付他?你应该有两种手段对付他。 你要实力强,你就玩硬的。 你就玩硬的,你索性让大军进脚河东,一下子把石敬堂给灭了。 这没什么废话,这是最好的策略。 你感觉自己实力弱,干不过人家石敬堂,你应该千方百计的笼络他,麻痹他,让他丧失戒心。 然后你利用这个机会,你是招兵买马也好,你是招降纳判也好,然后你再出兵。 这两招,李从哥都没用。 李从哥是采取了最臭的招,不断的刺激石敬堂,不断的敲打石敬堂。 石敬堂,你做截肚史,我可是被迫让你做的,你记得,我是被迫让你做的,我不放心你,我真的不放心你。 他老给石敬堂传达这种意思。 你想石敬堂跟那个地方他坐着,他好受吗? 甚至说石敬堂的妻子有一次去参加李从哥的生日宴会。 结果宴会完了,石敬堂的妻子就急于赶回河东,夫妻团聚。 李从哥居然醉醺醺醺的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跟石敬堂的妻子讲。 那么着急回去干嘛? 耳归心甚急,欲识时郎反焉。 你是不是要回去造反去? 你让这个公主毕竟是后堂民宗亲生,你是干儿子,你把人亲儿子逼死了,你当着皇帝。 你也太过分了,你把人亲儿子逼死了,然后人家这个亲姑爷,你还老怀疑人造反,当着文武百官面,你羞辱人家。 所以妻子回去之后就跟石敬堂哭诉。 石敬堂一看,我都忍到这份上了,皇上还对我这让,我怎么办? 问自己的谋士,你们给我出个主意吧,我再忍,我忍不下去了,你们说怎么办? 谋士说,咱试探皇上一下吧,怎么试探皇上呢? 石敬堂有一个侍卫马步军督总管的头衔,你上表把这头衔辞去。 如果皇帝接受了你的辞职,那么说明没救了,你们俩撕破脸是板板了,咱先下手围墙,后下手遭殃。 如果皇上未留你,那就证明了他心里还有你,他不敢把你怎么样。 所以你上表试探一下,结果石敬堂上表,我不干了,侍卫马步军督总管,我不干了。 皇上拿到这封上表之后,石敬堂要辞职,皇上也召见自己的大臣问,石敬堂要辞职,大臣们看怎么办? 这帮大臣也糊涂透顶,大臣就跟皇上讲,河东早晚必反,你就是同意他辞职,他反,你不同意他辞职,他也会反,所以干脆同意他辞职。 逼他反,他只要一反,他就不占理,他不占理,咱们就可以兴议师讨伐这个石敬堂。 这个君臣俩就定下意义了,好,就下旨,既然石敬堂辞职,我同意,石敬堂一看没辙了,公开就扯起了反旗,我就反了,索性我就反了。 皇上一看石敬堂反了,郑重下怀,调集天下兵马,讨伐石敬堂。 要说皇上调集天下兵马,石敬堂和真不是个,真打不过,问题是李从柯调集的天下的兵马,不是他自个儿的兵马。 咱们讲他整个唐朝末年,地方的节度使权力太大,自己任命辽蜀,自己任命军将,共赴不入于朝廷,整个就俨然一个一个的独立王国。 和五代十国就继承了唐朝这种乱象,所以每一个朝代的开国之军,基本上都是前朝的藩镇,都是前朝的手握重兵。 以至于有的这个人就公开说,天子宁有种烈,兵强马壮者为之耳。 谁船都大,谁是老大,谁胳膊粗,谁是老大,所以你调集的兵马都是这帮藩镇的兵马。 当时的后唐实力最强的两个藩镇,一个是河东解渡石敬堂,一个是幽州解渡赵德军和他的儿子赵岩寿父子俩。 所以他首先就调集这二兆的兵马,去镇压石敬堂。 二兆凭什么给你打这仗了? 人家也不能白干。 皇帝不拆饥饿兵吗? 所以二兆说打仗可以,他就提条件了,我得要官做,我一个幽州解渡我不够,我的儿子也得闷个解渡,然后我的部下得扩充,你得把几个藩镇并起来都是我的,我要把他们部队吞并,然后你得给我发军响,就提了一堆要求。 这个时候后唐的末帝李从科,昏招别出,你是求人的,人家拿了钱给你办事, 天经地义,他还觉得自个儿是皇上,他太拿自个儿当的事了,觉得自个儿是皇上,结果他又是这样,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就羞辱二兆,当然二兆并不在场,羞辱二兆,说赵氏父子网授国恩,居然国家有难,国难当头,他们跟我要官做,他也不是个东西。 而且他告诉前线的其他的将领,说如果赵氏父子想吞并你的部队,甭犹豫,跟他拼,跟他干,一个石敬堂你还没摆平呢,又把二兆给逼反了,赵氏父子,人家石敬堂真的是造反,石敬堂真的是造反,我就不干了,我就要推分你,你姓王的能当皇帝, 我姓时的也行,你这个礼是假的,二兆就是要个官嘛,你给他不就完了吗,以后你想办法弄回来,你先把石敬堂的主要矛盾解决了,你再解决次要矛盾,结果石敬堂的主要矛盾没解决,二兆给逼反了,二兆又反了,二兆一反,石敬堂也反,后堂也就真是有一年没一年了,那么两边都反了,两边将来难免就要为敌, 所以两边为敌怎么办呢,就不约而同都想到去找靠山,都要找靠山,那么找靠山找谁,谁当时在中华大帝应该是最强大的,双方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契丹,所以就派出使者去契丹,见辽太宗,见耶律德光,请求援兵,石敬堂派去的这位使者, 是他的长书记,就相当于他的秘书长了,三寸不论之舌,天花烂坠,很快就把这个辽太宗就给说服了,他就跟那辽太宗讲, 跟那辽太宗讲,说如果你帮助我家主公灭了后堂之后,我们有三项答谢,哪三项答谢呢? 石敬堂想借助辽国的势力,来推翻后堂李从柯的统治,从而达到自己统治中原的野心,为了得到辽太宗的支持,石敬堂提出了三个答谢条件,那么辽太宗会跟石敬堂做交易吗? 石敬堂开出的这三个条件又分别是什么呢? 那三项答谢呢,第一项,以赴世弃丹 你就是我们家主公的爹,而且我们称臣,以后我们这个王朝跟你们弃丹国是君臣之国,我们称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条件,幽云十六州,奉送上国 第三,每年三十万匹布国,我们进贡 这个时候辽太宗就琢磨了,天助我也,现在中原混战 那么我作为他们的邻居,其货可居 他们家内乱了,他们解决不了,想请我调停一下他们家的纠纷 那么我就看谁调停费给的最高,我就给谁调停 一个是调停费得给高点,再一个就是你多少得占点礼 我不能说我们国家出兵,我们得以有道伐无道 我们不能说就冲你给你点东西,我们就去了 那么这成了打手集团了 所以你得占点礼 因此太宗皇帝就在这琢磨,这俩人谁占礼 其他那帮大臣就帮他分析 尤其是实刑堂派去的长书记 他会说,我家主公完全是被逼反的 就把后唐皇帝怎么迫害他们家主公 种种卑劣行径,一一列属 他是被逼反,他被保命而已 我不反,命没了 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事 说这姓赵的他们俩可不是 他们俩完全是小人,落井下石,乘人之威 他们不是被逼反的 你要帮助,应该帮助我家主公 太宗皇帝一想 好,这个说得对 从道义上,实刑堂占礼 从辈分上,实刑堂就更可爱了 他比我矮一辈 他以富士气单 我帮助他,我将来就多了一个儿子 我就多了一个儿子国 这姓赵的这父子俩 尤其他当爹的赵德军 与我约为兄弟 你算老几爷,你跟我约为兄弟 你求我,你还跟我约为兄弟 那我认儿子,我当然不认弟弟了 不认弟弟了 另外就是说,石敬堂 说石敬堂,他出卖土地 出卖祖宗 搁占幽云十九州 幽云十九州不在石敬堂手里 对吧 姓赵的那不是幽州节度使吧 赵氏父子在这 所以石敬堂这是借花献佛 康他人之楷 一旦上国发兵相助 你帮我灭了后唐 前提是你得帮我灭了后唐 这幽云十九州你自个打下来 这地儿就归你了 我不要 就那个意思 你打来归你 我不要 所以辽太宗一想 石敬堂开出的条件 赵氏父子肯定不会 因为赵氏父子不能把幽云兽州给我 给我他上哪儿的 他老家 然后石敬堂是康他人之楷 这地儿反正也不是石敬堂的 所以石敬堂要把这地儿给我 肯定是诚心诚意的 因此辽太宗拍板 支持石敬堂 亲率辽国大军南下 连一再劝阻辽国 就是这个弃丹国 不要发兵南下的树律后 这一次对于太宗兴师南下 也乐观其成 因为树律后这个人 智谋广远 心机很深 他原来不让太祖皇帝领兵南下 他是觉得实力不够 现在他看到这中原乱成一锅 此时不捞何时捞 大捞特捞绝好的机会 所以他也支持 并且跟他儿子一到 率领大军南下 契丹大军一南下 后唐颜丑的就要灭亡了 所以洛阳颜丑保不住了 洛阳保不住了 李从科决定自焚殉国 他要一死 自焚殉国 中国古代历史上 能够做到国君死设计的人 还真不多 一般的亡国之君 或降或福 这样挺身一死的 最起码从气节上还是挺招人钦佩的 所以李从科决定我要自焚 你自焚你就自焚 反正你国破身死 他邀请耶律贝跟他一起自焚 我们讲 他做了皇帝 他做了皇帝之后 长子耶律贝 也就是自己的皇兄耶律贝 仍然留在上京 二弟跟大哥 兄弟俩之间难免就有戒弟 所以我们看 其实这个时候的契丹民族 还真的是很朴实 这要搁在中原王朝 大哥肯定就陪伴先帝去了 所以老二对的老大也没痛下杀手 但是他一直就不放老大走 所以老大就几次请辞 您已经做了皇上了 我也不会跟您竞争 我的封地在东丹国 我原来是不妨让我镇守渤海 那您能不能把我放了 我归咎东丹国 侍奉大旗滩 最后很长时间 最后很长时间 太宗皇帝才把自己的哥哥放走 你归国 回国归咎东丹国 结果等哥哥回国之后 耶律得光几次派人去探望 名为探望 时乃监视 不但监视 而且他就把原来渤海国的人户 大量往契丹境内迁徙 而且缩小原来渤海国 就是东丹国的领土范围 缩小领土范围 而且连自己哥哥的三百名卫兵 都是耶律得光派来了 所以他哥哥非常郁闷 怎么办 为了表示自己的忠心 他哥哥在渤海国的都城建立庙语 刻写碑文 歌颂金上的圣德 我弟弟是最好的皇帝 类似一种歌颂金上圣德 并且建起一座藏书楼 每天读书 他哥哥建的这座读书楼 至今已只尚存 就是耶律贝建的读书楼 在伊乌吕山的主峰上 八百多米高的主峰上 藏书达万卷之多 当时中原内乱 很多古籍正是因为耶律贝的搜求 才得以保存 好多 尤其他因为他是个医药学家 他搜集了很多中原的古医书 这些医书在中原都失传了 所以他每天就读书 绘画 吟诗作父 与汉族文人唱歌 以示绝无二心 但是他弟弟也就是耶律德光 还是念念不忘 就派特工监视耶律贝 耶律贝感觉不行了 我再这么下去的话 早晚有一天我会命丧 我弟弟之手 所以怎么办 耶律贝就琢磨 怎么办 我呀 跑吧 当时中原王朝就是后唐 在位的皇帝就是后唐民宗李四元 就是石敬堂的岳父 当时他还在位 所以李四元也知道契丹国内部的内乱 几次派人持书渡海 招耶律贝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招耶律贝 他招耶律贝 耶律贝辞之之再三 最后说 为左右约 我以天下让主上今反见仪 不如是他国已成吴太伯之名 我以皇位相让当今主上 当然你不让也不行 他得把自己打扮得高风亮节一点 我把皇位都让给他了 没想到主上仍然见仪 他还对我不放心 所以干脆弃国远走 干脆我离家出走了 以成全主上 我这么着的话 也省得主上他整天对我不放心 我离开契丹国 你老担心我篡权吗 我现在离开契丹国 这皇位我绝不留恋 于是他带着自己的一些随从 带着自己的爱妃高士 带着自己的万卷藏书 渡海 渡渤海湾 进入到后唐境内 他的原配萧氏和他的儿子耶律软 没有跟他同去 留在了契丹国 留在了契丹国 然后他带着他的一个妃子和藏书 就到了中原 那么他离开故土的时候 在海边竖了一个木牌 竖了一个木牌 木牌上写了四句诗 今天看起来 这四句诗纯粹就是打油诗的水平 但是这是史籍鉴于记载的 第一首契丹的汉文诗 诗是这么说的 小山压大山 大山全无力 修建故乡人 从此投外国 你说这诗怎么不押韵呢 你别忘了这是契丹人 草原民族 肖武平陵 弯弓射雕 能写出这样 最起码字都对齐得挺很不错了 小山压大山 大山全无力 所以修建故乡人 从此投外国 我走了 我走了 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他走得太匆忙 他来不及润色 什么这个 平色了 什么这个 顾不上了 顾不上 留了这么一个 走了 福海 南下 到了后堂的都城 洛阳 李四元非常高兴 以天子礼 据天子礼 接待叶律备 因为他本来应该在聊 就应该是皇帝 一不留神 他没当上 所以以天子礼接待他 然后给他起名叫李赞华 次姓李 给他起汉名叫赞华 赞扬中华 封淮化君 节度使 然后给他的待遇也非常厚 非常待遇优厚 这样一来的话 这位李赞华 阔胡 耶律备 就在中原 就生活了下来 那么他在后堂 过了没几年的书信日子 这个时候就出了事了 石敬堂竟用辽国的势力 来攻打后堂 后堂末地 李从科也深知大事已去 后堂即将灭亡 于是李从科决定 让耶律备 同他一起自焚 那么耶律备会陪着李从科自焚吗 耶律备当然不肯自焚了 凭什么你自杀我陪着 咱俩感情再好 我连先帝友都没追随 我凭什么追随你 咱俩八杆都打不着 所以耶律备拒绝 拒绝了这项邀请 我不干 而且耶律备也知道自己的弟弟 太宗耶律德光领兵奸城南下 严仇能见到祖国的军队了 我凭什么跟他自焚 不干 不干 李从科就派人暗杀了耶律备 他自己自焚 但是他就把耶律备给暗杀了 耶律备当时死的时候 虚灵38岁 实际上就37岁 就死了 等石敬堂的部队攻破了洛阳 因为太宗皇帝给他帮忙 他攻破了洛阳之后 见到耶律备的遗体 痛哭一场 大哭 腐尸痛哭 因为这个算他大爷相当于 你想他耶律德光是他爹 这个耶律德光的哥就是他大爷 他一看我大爷被李从科害死了 痛哭一场 然后把尸体就归还给了西南 结果这个辽太宗见到兄长的遗体 也悲从中来 本来俩人小时候哥俩关系很好 那是妈不待见你 他这主要也不是我的原因 再说这皇位谁都想做 本来哥俩没那么大仇 然后哥哥又把皇位让给了自己 为了让自己不至于生疑 渡海难去 客死他乡 所以这个太宗皇帝悲痛异常 那么怎么来 就是说这个耶律被身后怎么来处理呢 首先这个太宗皇帝把这个遗体运回到了辽阳府改葬 然后给他上士号叫文武元皇王 这个中国古代皇帝的名字是不能叫的 是要避讳的 那么皇帝活着的时候 有尊号 有年号 皇上死了之后 有士号 有妙号 士号 用一个字概括出他一生的功过 是吧 这个一般呢 建于这个一周书的士法解 士号没多少个字 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哪朝都有什么文帝呀 武帝呀 景帝呀 哪朝都有 是吧 什么叫文呢 惊天伟帝约文 克定霍乱约武 所以一般开朝皇帝 太祖武皇帝 克定霍乱吗 守成之君 太宗文皇帝 对吧 所以这个耶律贝的士号 文武元皇王 全站上了 全站上了 这个士号是可以讲非常高 士号一般来说就是三种 表扬形 批评形 同情形 文武这显然是表扬的 文武显然是表扬 批评像随阳帝 随阳帝 去离远仲曰阳 杀戮无辜曳立 这是批评 同情形的就是那种什么呢 汉商帝 短折不成约商 在继位都是一百多天 驾崩都是两岁 短折不成约商 还有你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晋敏帝 在国遭忧约敏 本来他没什么错 祖宗造孽 报应在他身上 在国遭忧约敏 所以给他这个嗜好 文武元皇王 级别很高了 嗜好的很高了 然后太宗皇帝 加封他的儿子 加封耶律贝的儿子 耶律远 为永康王 戴在自己身边 视如己出 不但戴在身边 我军国大事 我还教给他 我还让他历练 然后太宗皇帝 去这个辽阳的寺庙里参观 看到当年 他的布施的佛像和壁画 他十分的伤感 辽史太宗本记 记载说 他故左右约 昔与父母兄弟 既聚观于此 遂时未己 今我独来 悲叹不已 乃自治文 提于壁 以及追赶之意 读者卑之 他说我记得当年 这个塑像和壁画 是朕与母后 还有皇兄 一起来布施的 而今过来参观的时候 却只有朕一个人了 所以他非常伤感 耶律贝克死他乡了 后唐末帝李从柯 也自焚了 后唐仅十几年的政权 就这样 被石敬堂所取代 石敬堂利用辽国 做上了皇帝 那么辽国从中获得的最大利益 是什么呢 对于契丹来讲 最得意之笔 就是得到了幽云十六周 从此中原王朝 三百多年的 这个噩梦就开始了 北宋跟辽打仗 只要一打了败仗 回来就得骂一顿石敬堂 要不是你把这地方搁给辽 我至于吗 实在不是 我不能打 石敬堂太不地道了 他居然把幽云十六周就给了 弃丹了 那么幽云十六周是哪 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重要 为什么给了弃丹之后 中央王朝几百年做噩梦 几百年噩梦 幽云十六周指的哪呢 幽州就是今天的北京 冀州今天的天津济县 盈州今天的河北河间 墨州河北仁秋 卓州今天的河北卓州市 潭州北京密云 顺州北京的顺义 新州河北逐鹿 归州河北怀来 儒州北京延庆 武州河北宣化 魏州山西临丘 云州山西大统 应州山西应县 环州今天的山西硕县 硕州也在今天的山西硕县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幽云十六周 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的北部 长城以南 农耕发达 所以这个地方给了契丹 它的后果在于中原王朝天险尽失 所以等于是为什么以后的两宋中两宋之势跟北方民族作战 老吃亏 这道是在这 所以为什么中原人一提起石净堂就恨得咬牙切齿 他割仗的幽云十六周 幽云十六周本来不是他的 他是借欢是献佛 但是这个是你提出来的 归而契丹了 所以这笔账就全记在你身上 因此石净堂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 就别想摘干净了 所以他做了大晋皇帝 对契丹的很好 对契丹的太宗 就辽太宗的很好 辽太宗也很疼爱自己这个儿子 十六周得到了 每年三十万步驳来了 然后后晋对契丹礼数 恭敬有加 问题是石净堂对辽太宗是很好了 把辽那头是哄好了 国内这头他没哄好 他为什么没哄好呢 他面临着内忧外患 内忧道理很简单 道理很简单 天子命有种焰 兵强马壮者为之 我们讲过这句话 你姓石的居然夺了李家的天下 那么我们这帮张王李赵的 就可以得你石家的天下 所以各路诸侯是蠢蠢欲动 所以他面临着内忧 那么为什么他面临着外患 契丹他不是跟他挺好吗 他不是老跟契丹甘辞后弊 契丹应该不会把他怎么样 他为什么要面临外患呢 这个内容我们下一讲再讲 谢谢大家 石敬堂借助契丹的势力 坐上了后进的皇帝 可是他的皇帝位坐得并不安稳 各地方阵寻寻主路 蠢蠢欲动 人人都想过把皇帝演 于是在中原大地上 就上演了一幕幕争夺中原之主的故事 那么最终将鹿死水手呢 请继续收看北京海淀教师进修学校 高级教师袁腾飞 讲述塞北三朝之聊第六集 水主中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